大家好,歡迎收看足球頭條 今天由柏達包來報導一些足球的最新資訊 新組,這個轉回槍或這個暑假 很多人都會說他會不會回歸英超 但在同一時間,這個暑假有一隊 Like幫我出了一隊屬於他 重要有份設計的一隊Ballboot 作為一個二十歲的球員來說 這是一個相當難得的一件事 亦因為這件事接受了Soccer Bible的訪問 中間提到一些轉回傳聞 關於英格蘭國家隊 亦提到一些年輕球員 例如加尼活特或沙卡 今季無論是德甲或歐聯 表現都相當出色 所以他的聲味越來越濃 而且他在英格蘭國家隊表現得不錯 因此人氣旺盛 Nike幫他出了一隊自己的球鞋 Soccer Bible的小篇問他 先說回我們的生活 剛剛結束了賽季 有少許時間休息 他做了些什麼去回顧 希望可以在下個賽季開始之前 可以更加更新鮮 他就說 一個短短的假期 我和家人和朋友 放假 很開心可以見到他們 因為很久沒見到他們 總之我要放鬆 忘記足球是一個短的時間 但當我回來的時候 我當然很希望繼續踢足球 其實我第二星期 就開始掛念足球 記者就問我 即是說你每天都想踢足球 不踢足球 你都會腳痕痕的 新章說是呀 我真的很喜歡踢足球 所以回到足球場 是絕對我開心的事 記者就問 當你離開放假的時候 你究竟回頭 你來到這裡 你拿到這麼多的東西 有沒有反思的情況呢 他說有的 我也有的 當然 這個放假 對於我來說 和我家人 可以見到他們 和他們一起 相處 尤其是我媽媽 當然很開心 他們也替我高興 因為見到 我見到我的家人 對於我的足球 做到的事 是很驕傲 我都很開心 我當然要看 我們怎樣可以來到 現在這一刻 和怎樣可以再創高峰 但是看回 現在我做到的事 已經覺得非常之 嘩 很難得 像我這樣 初初是由 由無到有 現在 哥哥 家人裏 和很多好朋友 都感覺 感覺得非常之好 每一天 都已經有很多 新事發生 例如 很多我家人 之前可能能夠 能夠提供的東西 現在我們都可以給他 真的相當之好 當然我自己踢球的經驗 也是很開心的一件事 總之這段時間 可以證明給大家看 其實我和家人的愛 有多大 也感謝他們幫助我 很多手 記者就問 這段時間 我也知道你很喜歡 波鞋 有沒有買到什麼 新的東西 新早就說 沒有 其實這段時間 尤其是我們不能夠 出街這段時間 我最主要就是看著我的飲食 對於我來說 我也覺得 比較困難 尤其是 我有時間 我都可以放鬆一下 如果我放鬆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打機 我也和我的朋友 已經打了很多機 在這段時間 無聊之中 可以得到 一些 叫什麼 叫什麼 叫做 好 關於轉會傳聞 很多傳聞 也有很多朋友 說 究竟你怎麼看 這些轉會傳聞 我很多時候 盡量不看新聞 因為 你一看的時候 你很多時候 會受到影響 這件事 其實對於足球員來說 也可能有影響 所以我真的很少看 這些傳聞 集中我最厲害的東西 就是踢球 所以 尤其在訓練方面 我也是很集中 我很希望在訓練場上 每天都在進步 對於我來說 很重要的是 每天都要帶著微笑 去進行我的練習 亦都希望令自己 可以繼續開心下去 愉快地踢球 很多轉會的東西 或者很多的新聞 我都沒有理會 我都沒有看的 尤其是 當我知道 我要很集中踢球的時候 這些東西 我完全不會被它影響到我的 我最看的東西 最著重的東西 就是每天 我都要在足球上高 要進步 其實記者就說 雖然是這樣說 但其實這對於你來說 也是一個證明 因為你踢得好 才會有這麼多訓練的傳聞 其實之前幾個月 對於你來說 有什麼特別的感覺呢 其實我都明白的 但我仍然是很專心一致的 尤其是之前幾個月的停賽 現在就要閉門作賽 其實我感覺也是很奇怪的 對於我來說 這個球櫃是一個很奇怪的球櫃 很多不同的原因 雖然很享受我的足球 所以我每一次 當我有機會落場的時候 我都盡量去做到最好 盡量令足球 我能夠表現給球迷看的事情 尤其是 我在這段時間 早前的時間 我入了我第一次的 職業生涯的頭皮 但是 沒有球迷在球場 那些情況 其實我都不介意的 但也沒辦法 始終沒有球迷 比較少壓力 但是這不是原因 記者就問 是否沒有球迷都會繼續入球 當然 另外就說到關於歐國杯 歐國杯說 退遲了一年 如何影響到 英國英格蘭國家隊 尤其是有這麼多年輕的人 年輕的球員 彈起了這一屆 延遲了這一年 其實我覺得 上一季沒有延遲 我當然覺得有點不開心 因為要等多一年 但是我今年這個球季 我們都做得相當不錯 所以我們都預備好了 即是說到接下來的一年 因為是下一個賽季 才有歐國杯 原本是這個暑假的 他就說 我都不介意的 我覺得英格蘭國家隊 實在有很多好好的球員 實在非常有趣 尤其是現在退遲了一年之後 真的很有興趣 看看誰會入到大雪大軍名單 很多好的球員之中 有很多年輕的球員 包括Bakuyo Saka Mason Greenwood 即是賀年活得 以及Saka 這些球員 真的非常有才能 很開心看到他們彈起了 以及他們 現在比較多 每個星期都有正選 真的非常開心看到 他們做到的事情 真的非常厲害 瘋狂地厲害 肯定 英格蘭國家隊的領隊 收夫基 有很多很重要 很難的決定 要去做 但是 他就想說 這些始終都是非常健康的 一些較量 所以我們每個球員都會做最好的 每個星期 希望可以一直保持好的表現 希望國家隊可以精召我們 他就說 究竟 英格蘭 會不會 現在有的球員 這麼多好的球員 會不會是 越來越厲害 他就說 沒錯 我看到現在英格蘭的球員 很多都很年輕 亦都有很多發展的空間 以及進步的機會 尤其是當他們多了經驗之後 我覺得很多新的人加入 對於我們來說 是很大的一件事 尤其是當我 踢英格蘭國家隊的時候 其實都是令到球隊 有一個新的驚喜的狀態 當你可以在年輕的時候 已經代表國家隊上陣 你是很想做多一點的 當你拿到球 你就想令到球迷很開心 很瘋狂 這就是年輕球員 有的特質 當他們拿到球 他希望令到球迷開心 做到更加多的事情 有時候 這個都要有經驗 告訴你 一定是對的 但是足球就是這樣 所以 每一天 你都要希望做一些 新的進步 以前的經驗 其實會幫助到你的 但是你又不能夠 永遠都跟回以前做的 因為你有時候 身體上高 有可能不同了 很多事情都不同了 所以 不停有新球員 加盟一個球隊 其實無論是球會 或者國家隊 都是相當健康的一件事 然後他們就說 其實不是那麼多足球員 是有自己的一對球鞋 現在有的 可能只有幾個 包括斯羅納島 尼瑪 或者麥巴比 他會怎樣的感覺 跟這些球員 現在一樣 擁有自己的球鞋 當然 他說很開心 這就是 球場上的表現 和球場以下 都得到認同的表現 我在歐聯的時候 曾經跟麥巴比 踢過球 我也跟他聊過 之後 我們就說 他跟我說 你做得不錯 繼續做吧 你會越來越厲害 當然 我也覺得很開心 跟他聊天 尤其是麥巴比 跟我一樣 都是很年輕的球員 但他已經贏了世界盃 他也贏了聯賽 另外在PSC 摩納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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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贏過法甲 所以我是很尊重他 尤其是世界盃 他帶領法國國家隊 真的很瘋狂 你看到他做到的事情 每一天都令我 一定要繼續做好些 的動力 以上就是 新組 剛剛接受完 Socca Bible訪問的折落 希望大家可以對新組更多了解 多謝各位收看這期節目 拜拜